挪威三名医护人员因为出现严重的血栓症入院救治 而这三人都曾经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挪威药物监管局也证实 他们已经接获了三份有关三名医疗人员 因为血栓而送进奥斯路大学医院的报告 他们正在调查血栓是否和疫苗接种有关 目前暂时还没有得出任何的结论 尤其是否可以有关与疫苗接种 但尤其是未来有关的结论 尤其是否有关与疫苗接种 医疗已经进行与疫苗接种 去看着疫苗接种 疫苗接种相关与疫苗接种 疫苗接种丶疫苗接种 医疗丶疫苗接种 到医疗丶疫苗接种 在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之后 皮肤层出现细小斑点或较大的蓝色出血斑块 这可能是血小板数量减少的迹象 目前欧洲多个国家包括了丹麦、挪威和冰岛 暂停使用这款疫苗直到厘清真相为止 不过阿斯利康疫苗制造商和欧洲药品监管机构 都坚持认为这款疫苗是安全的